他讲神像聪明人隐藏 神像聪明人隐藏 那时候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我感谢 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阴台就写出来 耶稣在祷告他感恩 他说主啊 所以在神活度里面 对生活的奥运你聪明没有作用的 你通达没有作用的 因为对聪明和通达的人 耶稣说我向他隐藏起来 对小孩我就向他显出来 这是耶稣做事的方式 如果我们要跟耶稣同行 我们要完全跟神有感受到神的同在 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想法 不要用你的聪明 不要依赖依靠自己的聪明 凡事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Amen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 神没有像每一个人显明他的奥秘 不要以为神跟我们一样 非常注重教会的人数 所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拉人参加聚会 故事的那些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能干的人 神是不会垂青看中他们的 相反的那些卑微的人 神反而会特别看顾他们 并且向他们显现 圣经的教导不是对所有人来听到的人都有一处的 这是圣经所见的 圣经所见的 你不要以为 圣经的教导都是 如果我好好去读圣经 好好去理解圣经 去研究圣经 都是有益处的 但是不是这么样 我举例你就明白 对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来说 圣经的教导的确很好用 怎样好用呢 有些人 有些父母会利用圣经来教导 来教导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些父母知道圣经教导 而你要孝顺父母 以示他们就会鼓励孩子写圣经 并且用圣经的教导 来要求他们孝敬自己 你看圣经是多么有用 即使你不相信神 你也可以写 应该写圣经里面的教导 去教导别人达到 你的目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圣经的教导 只会是用 变成是你的工具而已 就比如说 做丈夫的 可以利用圣经教导 来要求妻子顺服自己 诶 圣经有讲啊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所以你听我的 是有这样的人 利用圣经的教导 如果一个人不尽钱 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的态度不正确 再好的东西也会被你滥用 最后不仅害人 也害了自己 如果你不是为了追求 追求认识神而学圣经 你学的越多 你就变得越坏 你变得越恶 因为你学会了如何用圣经教导 来为自己焉悟 辩护 用表面的虔诚来淹射自己的恶心 这是很可怕的 我信耶稣 我到 我第一 我还记得 我信耶稣 刚刚 刚开始的一年 我做这样祷告 今天我还没忘记 我跟神讲说 主我不要贪婪 我不要贪婪之事 如果你认为 我这个程度能够理解 能够明白了 你就让我明白 如果我明白了 我又不遵循你的话语 那你不要让我明白 我是这样搞到 我们归求明白圣经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遵循神的词 有些都听了很多 了解了很多 你还没有讲过 很多 牧师我知道 圣经这样讲 这样的事情 他会告诉你 可是 重点不是你了解很多 你听的多少 而是你对神的话语 遵循的多少 就比如说 当首安息词 你遵循的多少 不是啦 不是 刚好这礼拜 家里有一点事情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管你信耶稣多少 对我来讲 神的过瘾 还是神的过瘾 牧师 没有办法 知道他没有办法 这个月 比较很困难 所以 哎呀 牧师不要给十分之一 我们会找很多 很多的理由来 来满足自己 来安慰自己 不管你信耶稣有多久 不管你读圣经有多少 最终 我们 有没有对神的话语的顺服 取决 以 不是你听的多少 而是 一个 厌你的心 所以 神给予你的气势 往往是按照你的属灵程度 气势你的 所以 你看啊 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 有小孩吗 有 有女人吗 有 有男人吗 有老人吗 有 各层各面的人都在听这个比喻 可是 每一个人的领悟和领受 阶段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事情 这是耶稣所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每一个人有不一定 不一样的属灵 领悟力 属灵的理解能力 来去得到他们的启示 所以 你也不要贪疑那些超过你属灵生命程度的知识 这些知识不但不会对你有益处 反而对你有害 希望你能够清楚掌握这一点